- 其實我一開始在看劇本的時候 我得到線索並沒有很多 但是我後來想了一下 我覺得他老公應該是一個成熟內戀 又還蠻聰明的一個人 大壽星剛下班啊 在開車 所以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的內心裡面會有很多的疑問跟增長 後面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會比較有比較大的反差 所以表演上面一開始跟後面會比較不同 那要看你準備什麼樣的禮物囉 我希望你能夠原諒我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應該是 你真的要想像自己好像真的被著老婆偷吃 但是又來不及解釋 然後最後是老婆竟然是被殺掉這樣子 對於老公這個角色他的內心衝擊一定非常大 要怎麼樣表現這個衝擊呢 應該就是我最大的一個課題 我覺得一定要 這種事情就是 你越 你越放著他 他的問題就會越滾越大 就是像滾雪球一樣 你真的知道你做錯了 你就要趕快第一時間趕快承認 然後跟你愛的人告解這樣子 怎麼了嗎 沒有啦 嗨 林雨婷啊 這個 沒有 我跟雨婷呢 其實我們認識了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一直都蠻希望說 我們可以有一些音樂上面的合作 因為雨婷也是有參加過一些歌唱比賽啊 然後歌唱實力呢也是還蠻厲害的 所以沒想到我們在音樂上面的合作之前呢 竟然先在戲劇上面有第一次的合作了 所以我覺得還蠻妙的這個緣分 Happy Bird 你剛剛躲哪去了 我到處找都找不到你耶 對於一直以來都支持我的粉絲們 其實我很想要跟你們說聲謝謝 因為十年了真的不容易 你要喜歡一個偶像 喜歡他十年的時間 而且很多從少女的時代 就已經在看星光幫的人 他們現在十年後 有些人已經結為人妻了 有些人甚至已經當人母了 我覺得很榮幸能夠陪伴這些粉絲們走過這十年 我相信這不會是唯一的十年 接下來還會有第二個十年第三個十年 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的陪我一起走下去 有偷偷準備耶 沒有啊 不是 講這麼好我不相信 騙了 你問雨婷 沒有 不要雨婷壓力大 你問雨婷我看你怎麼講話